大家好,我是大伟 很多人一听到减肥两个字就非常头疼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减肥方法 这个方法是一位53岁的大妈告诉我的 她通过这个方法一个月让自己的体重掉下来了12斤 她原来身体非常的肥胖 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肥也没有成功过 因为医生一直让她减肥 她的肥胖导致了身体里面的血脂过高,血压过高 而且因为长期的肥胖压破她的膝盖 导致了她的膝盖上面也出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她一直在寻找不同样的减肥方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筋络 加强自身的一个代谢 让脂肪快速的流出体外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让她的体重一个月瘦下来了12斤 好了,今天我要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观看 如果大家感觉有用的 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你的两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方法 做动作之前 咱们需要准备两把筋络拍 这两把筋络拍不仅结实 而且非常的滥用 居家背上以后 强身健体,瘦身通络 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怎么去好好的用这两把筋络拍 疏通全身的筋络 首先第一个动作 敲打我们的代脉 代脉在减肥过程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很多人知道代脉 他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代脉去打通 今天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咱们用两个拍子来回反复的 给代脉进行一个击打 就是这样 做起来大家可能感觉很容易 但是里面有个细节 如果我不讲的话 你们就不知道了 是什么了 就是当我的拍子 每击打在我们的腹部 腹部就要往回 做一个有意识的内收 大家注意看 拍子击打下来 腹部内收 击打下来 腹部内收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断裂 去激活我们腹部深层里面的一些肌肉 加快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 很多人肚子肥胖 他很难去减去肚子上面的坠肉 就是通过这个动作 来回反复的把我们的小腹部往内收 肚子里面就会有一种酸酸酸酸酸的感觉 这种感觉正是你脂肪在代谢的一种感觉 我们就一直这样去做 每天去敲上一个两分钟为一组 一天敲上一个两组就可以了 第二个动作是一个打通我们全身代谢 疏通我们胆筋的一个好动作 这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起手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这个拍子一个要放在我们小腿的中段 一个放在大腿的中段 然后腿部的一个姿势是一个肩膜蹲的姿势 身体往一边靠 臀部往下一压 好来 动作放好来 一 二 三 大家注意看一下细节 我们腿部发力带动我们的腰胯力量到另一侧 然后拍子同时挥过去 就这样去做 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身健体 包括帮助我们减去我们身上坠肉的一个好动作 加快我们全身的一个代谢 还能疏通我们的一个胆筋 我们每天就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个三十下为一组 左右各算一下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拍子这样的挥过去 我会在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演示 因为咱们的动作主要是以打通经络 受我们的全身 所以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好 就这样去做 非常简单 每天做上一个两组就可以了 第三个动作叫做小步健脾足三里 顾名思义 我们的拍子放在我们的足三里上 就这样 把拍子放在我们的足三里上 然后小步来回的跌 大家注意看这个步伐 小步的来回的跌 它是一个打通我们全身气血代谢的好动作 通过强化我们的一个足三里 增强我们的一个脾胃 脾胃好了身体消化吸收 它回归一个正常的状态 我们的身体就不容易发泡 我们这样走 来回的做 从侧面给大家看 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弹性非常好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非常省力 没有任何的过多的动作 我们这个动作按秒算 一般来说四十秒为一组 每天做上一个三组就可以了 非常舒服 在做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小腹啊 一定要向内收紧啊 向内收紧 收着小腹去做 好 今天啊给大家分享的这三个动作 都是非常好的动作 只要大家能够坚持的锻炼 一个月你的身体啊 也能掉下来十二斤 但是啊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咱们做这个动作啊 一定要准备两把精络拍 为什么呢 因为一把精络拍 只能作为被动的悄悄打打 但是两把精络拍就不一样了 它能编排各种各样的动作 咱们会把今天的视频 放在我们的合集当中 里面有不同的动作 就是通过精络拍 去打通浑身的精络 让自己的身体啊 变得更好 更强壮 身材变得更好 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